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 也是十四五规划和全面开启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开局之年 这个春天让人充满期待 新春佳节的脚步越来越近 本台推出新春走机层专栏 多路记者走进城市乡村探寻各行各业 生产生活里的新鲜事感人事 感受时代脉动记录发展变化 小看路上干群齐心攻坚克难 2020年我省全面完成了1.42万剩余贫困人口脱贫 和21万低收入脱贫人口巩固提升的年度任务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 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今天让我们走进北票 看当地的特色产业扶贫模式 让建党立卡贫困户稳稳奔小康 虽然距离春节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 但北票市东关营镇 黄谷屯村脱贫户许金民 已经迫不及待地准备起了窗花 由于丈夫患病多年失去了劳动能力 5年前46岁的许金民 在村里扶贫资金的帮助下养起了肉牛 日子从此好了起来 如今许金民家的肉牛已经从当初的两头发展到了九头 规模不断壮大 饲养成本也跟着水涨传高 好在这两天他用扶贫资金入股北票洪发公司扶贫农场的红利 也及时打到了银行卡上 2016年北票市探索出一加四产业扶贫模式 一指的是各级党委政府 四就是银行 企业 合作社和贫困户 有党组织牵头 选择经济实力雄厚 社会责任感强 贷款信誉好的农头企业 北票市洪发食品有限公司与合作社合资 建立肉鸡养殖扶贫农场 政府为每个扶贫农场提供50万元财政扶贫资金 农业银行以优惠利率放大10倍 给贫困户发放贷款500万元 公司每年按照注入资金总额的10%定额反例 带动建档利卡户脱贫 2020年我们东国营镇整合了扶贫资金 财政扶持资金以及捐助资金 共计149万元与红发公司进行合作 对这个一加四扶贫农场进行扩建 同时我们将149万元的等量资产进行确权 将全署缺到村上 这样就能使建档利卡户有个长销的收入 北漂一加四产业扶贫模式 得到国家和省市扶贫部门的高度认可 现在已经成为全国推广的产业扶贫模式之一 到2020年末 北漂市鸿发食品有限公司累计投资4.3亿元 建成36个扶贫农场 带动16000户贫困户实现了稳定脱贫 本台和驻朝阳台记者报道